江汤我已经煮好了 你们直接去喝吧 韩哥 这不用你做 你好好的休养就好了 这次谢谢你 但下一次就不要做了 周恒只是对赵氏笑笑 已经煮好了江汤 大家就分着喝 然后赵氏和苏三郎就去准备做饭了 苏崇苏华立马叫上了苏晓菱和周恒到堂屋去 把他们今天所学的都说给两人听 苏晓璐则是和苏三郎赵氏一起做饭 孩儿爹 要是以后每天都有这么好就好了 今天酸菜和泡菜啊 总共有一百五十斤呢 是啊 要是每天都这么好就好了 咱们家生意这么好 会不会别人也想学着做呢 他是在给苏三郎和赵氏提个醒 如果他们家生意持续红火 那么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其他人效仿 听了苏晓璐的话 苏三郎和赵氏顿时陷入深思 他们的确是没想到这个问题 假如卖的人多了 总是会影响他们家里的生意的 孩儿爹 四妹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也管不了别人 看该咋办才好呢 赵氏都发愁了 钱薄动人心 这样的变数是他们没法掌握的 苏三郎也若有所思 他不由地看向苏小鹿 四妹 你觉得爹娘应该怎么办呢 虽然别人能做 但别人做不出小婶婶的手艺啊 只要小婶婶的手艺在 咱们就能一立不倒 镇子上有好几家酒楼呢 我觉得小婶婶的手艺可以卖去酒楼里 这样酒楼的大户人家 都喜欢吃咱家的酸菜泡菜 就算别家也卖 结果只会亏本的 苏三郎认真地思考了苏小鹿的话 最终得出了结论 二娘 咱们四妹说的法子是最好的 咱们就按她说的做 我们要有长远的计划 至少在这个镇子上 没有别家能替代我们的东西 可如果手艺被酒楼的人学了去 他们的人要是也开店可咋办 小鱼肯定吃不过大鱼 苏三郎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他不好意思地看向苏小鹿 那也简单 亲戚书啊 不但不能在咱们这个镇子上 开店卖一样的 到别的地方卖 还得给咱们手艺钱 在上辈子的记忆里 这就叫做加盟合作 赵氏和苏三郎都思考着苏小鹿的话 无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要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不是能坐着挣钱了 这天下还能有这样的好事吗 小婶婶做的泡菜炖豆腐真的超级好吃 还有炖鱼也好吃 她可以把这些菜单子都写下来 孙府里的福叶也说过 菜谱是很值钱的 酸菜和泡菜虽然不怎么值钱 可他们和值钱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他们就值钱了 孩儿爹 我觉得四妹说得有理 咱们回头和虎子兄弟家商量商量吧 咱们回答